巡航互移行动的事实 就是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造成这样的事实啊 好 休息片段稍后回来继续辩论 中国移政船出巡钓鱼岛海域 是否能够逼吞日本改变钓鱼岛的方面的立场 我们看一下这位来自日本的网友野州老二 他说的中国移政船在钓鱼岛水域的常态化 是日本民主党上台后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的产物 是一种新的游戏规则 说一下野州虽然是来自日本 但是中国人啊 那个民主党政府将被迫慢慢适应中国移政船 在钓鱼岛水域的常态化 中国在每年建造10到15艘大马力移政船 2015年将能挤满钓鱼岛水域啊 呃韬光这个王岐指说韬光养晦不是万寿无归 还是要早日做好打的准备 呃这主战派啊 鸟儿问答123应该以闪电站登岛 呃占领该岛后插上国旗 日本敢挑衅就在钓鱼岛地区展开大海战 必须与日本交一次火 成为21世纪中日海军 中日军事力量的探末啊 亚文威于政船去钓鱼岛 互于是维护国家主权的一种温和做法 呃比军舰去巡逻要适当 避免给人以中国威胁之口舌 看一下微博的言论 呃 蒙克蒙克说 有理有节呃 是狡猾的一名策略 爱书之灵说 有些事没有办法 面对民意做得了什么 总先不够 不做就是卖国 所以逼退就谈不上 更没有进一步意外 使中国的强势是不可能的 日本的首相或外长敢说钓鱼岛 不是不是自己的 没法改变他们啊 这好难的一些 旅国掏网啊 那么旅国寿 中国对钓鱼岛的立场是没有 是没立场 因为哪一种立场的表态 都会使自己出于不利的境地 只能装傻成了 青年考古学家 在钓鱼岛诸岛海域 进行反恐军事演习 了解其底线 监测日方动向 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梁小妖说呢 组织钓鱼爱好者 集体登道 开展一次全国性的钓鱼比赛 先弄回管辖权 是真的 呃 墨比小婷也是说呢 呃 实现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 不是中国农业部一家 能够实现的 和执法的态势 要击破这样的态势 并不容易 要我们多部门的配合才行 呃 哀劳山的雪说 两艘宇仲船对人家 六艘 实际上七层 外加两架飞机 宇仲船 连外围都突破不进去 Morning啊 Stella说呢 必须得强硬了 小米加步枪 我们都不怕呢 这是大多数这个网友的 这个网友还是看得很清楚的 就是现在还谈不上是强势 就在 余正船现在跟过去比较呢 力量是提升了 但是跟日本那些 他在用在保卫钓鱼岛的 那个海上力量来比呢 其实中国现在还 那个还是很很悬殊的 比较弱 还是弱 你说你说 但是呢 政治舞台上的中国的立场 很强硬的 所以就是说 余正船跑的那个先生 在精神力量来分析的话 还是比日本差一些 但是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台湾也是 就是说钓鱼岛是属于他们的 中国也说属于他们的 日本呢 也是属于他们的 但是我还是觉得 两比一啊 台湾也是中国的 中国也是中国的 整个力量来看的话 一个日本呢 就是老说 这是中国威胁论 中国也是要侵略这种地方 还有说南沙青岛 西沙青岛 它会提很多理由的 但是这个理论 本来就是日本跟美国做的 中国的和平发展 还有这边的钓鱼 余正船的活动是应该的 而且中国现在造船 就是世界第一第二 这种整个立场来看 中国现在让步了 以后中国很多地方都得让步 类似过期家务战争一样 中国不能让步 这个要继续做下去 而且而且现在就说 大家老是看到这个 鱼正船啊 这个小小 因为实际上是一个 整个国力的展现 虽然你在鱼正船上 做的这个动作不是太大 但是你其实核潜艇 你的这个 这个海军力量 这些都不做的 这个钓鱼岛 你说离日本近 其实钓鱼岛离中国更近啊 就是日本 它的这个后缘线是长的 中国的后缘线是短的 而且到这个 中国到和钓鱼岛这个关系呢 就不像中国和南沙群岛的关系 到南沙的话呢 你飞机啊 各方面那个后缘线太长 在中国的钓鱼岛 那是比较近的 所以要说在海上对峙 大家谁 谁能够先眨眼的话呢 并不完全是靠这个鱼正船 但是这个鱼正船呢 是这个是一个 相将将新的 是一个目的 但是你说以后要 我就经常建议 其实刚才真好 你就把 学养 拿两艘 学养 两艘 学养舰 改成鱼正船 过去 刚才正好兄 有一点 我觉得大家应该注意一下 他祈祷了台湾 这个第一呢 台湾离钓鱼岛近 第二 现在两岸关系 又改善成这样 就是中国对钓鱼岛的 这种强硬姿态 如果没有台湾的参加 是不是您觉得 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这个不会困难 因为有的兄弟之间的合作 不一定说 两个人都出来打的 就是说大哥的力量大了 大哥决策就好了 这个问题 因为台湾这个问题 有些问题 他也不能让步的 因为你掉一刀 最近的是台湾 我从台湾的 多次也讲了 说中华民国的宪法里面 他区域的管辖里面 是属于伊朗县的一个地方 所以他现在还是坚持这样的 其实当然我很同意 两岸如果联手来保调的话 那肯定比现在更有优势一些 从地理上 从各个方面来 实力上会强一些 其实我们也可以这么来看 如果两岸联手 先不要说拿到大陆来 或者拿到台湾去 哪怕就先拿了以后 先放到台湾的伊兰县 来有效管辖的话 我觉得也比日本人要好 关键是两个怎么一起 鞋作拿 而不是拿了以后怎么分配 我们看一下 手机短信也上来了 广东的3086 伟号观众说那渔政船不足 逼退日本的立场 我们要进一步出动军舰 和其他军事制裁 也提到了基土的问题 2680的贵州的观众说 我们的渔政船要更大更多 配上更先进的装备 对付流氓 我们绝对不能含糊 陕西6396 伟号观众说 只要中国海军打先锋 并为渔政船护航 中国渔政船就有可能 逼退日本人 老金说钓鱼岛扣船事件 给了中国出动海军船的机会 使得中日钓鱼岛之争 形成实际化 常态化 甚至国际化 对中国有利 对日本长期实质的占领 构成实在的威胁 打破了日本的实在占领 我觉得不怪说 主要中国坚持这个强硬姿态 能够回到基础上 是争议的钓鱼岛 而东说 中国哪怕派几艘军舰 也不见得能收回钓鱼岛 更何况是渔政船呢 司马九一说 这是两国意志的博弈 别幻想日本的立场会倒退 中国只有把巡逻常态化 最大的维护民族的利益 石宅局势说 中国有水电部队 黄金部队 森林部队 就是没有收复钓鱼岛的部队 形言说 希望这种强势不仅仅是作秀 体现精英们能够维护领土完整 渔政船出灯后 应该能有进一步的行动跟上 要不然只是形式上的自我安慰罢了 船的问题呢 那也是象征意义大过实质了 就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你在这个问题上 你有多大的决心和多么大的准备 这个两国的实力现在是 就是中国的实力是越来越大了 就是从实力来讲 这是中国占的优势 第二呢 日本他由他宪法规定 宪法规定 他不能发动战争的 对吧 他也不能有国防部队的 他就是自卫队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国际上他要打仗 他手脚是绑得很紧的 但中国是不用绑这么紧的手脚 再者 刚才有些网友讲了 军舰出动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为什么呢 这个中国的军舰都跑到双马里去护航 那还护着国际航 你中国的渔船在这方面 老被人家欺负 你就把他当恐怖分子对待 对吧 你就护航 这个这个 有一点 你觉得你要考虑到的 就是中日现在 中日两国政府 其实你从这个整体上来看 还是希望维持中日两国的这种 基本的利益上的这种 所谓战略互惠关系 对 就这个能不能 那边一直一边保留 这边的就是互相的这种 对 大家你看 这次和平的继续 比如说韩国和日本 韩国和日本就是在和平的继续 但是问题上 这个他故意撞中国的渔船是不对的 他说很多问题是和平 韩国朋友 和平姐姐 这位渔船天天气都没关系 这是保护国民的一个国家应该做的事情 对 我觉得很同意 就是其实钓鱼岛这个问题 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解决 这个现在大家就在决定 就是不想做到就武装冲突 就是最后打解 打一仗 如果打一仗是另外一个概念 所以现在从目前两国的这个立场上 都不想在这个时候打 但是呢 必须在这个项 大家都要展示国力 就是像国际社会 要想显示我拥有这个东西 这就在国际打 国际的声势 另外对国内的国民要有所交代 所以现在你想想 我们每次去的国民 现在这个渔政船 我们每次去都四五手包围你 五六手对着你一收 你都不能靠近 你这个就很弱势了嘛 是吧 然后你当然我也不同意 就是说你派亲戒去 亲戒去 但是这个问题我们要注意到 西方国家 然后看我们亚洲里头 我们自己之间的矛盾 所以我们也想一个世界政治的角度 也要分析一个问题 对啊 就是说日本和中国坐下来 把这个问题谈下来 但是就是日本现在是这样子的 这个日本他就他就说 这个是他的国土 原来他都没有这么强硬 那么现在中国希望呢 就说这个问题 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 我们可能到下一代 但是你现在不要宣传你是国土 是吧 你这个东西是 这个地方是有争议的 有争议可以共同开发 可以共同使用 那么起码 我觉得我们起码要保证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你寻你的 我护我的鱼 你寻你的罗 我护我的鱼 大家你要到这个 现在我们现在还没到这一步 你一去护鱼 他就把你包围起来 把你拦阻在外面 你看他刚才我们有些网友讲得很清楚 日本在保护钓鱼桃 他很多部署的 跨部门的政府 跨部门的合作联手 军和这个巡逻 联手 他有这个 中国在这方面做的还不够 还远远 中国归农业不管了 中国其实国家是同意的 国家的行政 人家现在是一天去寻几次 我们一个月去一次都已经加密了 你可就这个对比就不一样 你说你现在最强的 两次 两次